接着下来,第二场 第二场都是五班,跑16米 状态也挺平均的,阳位四方比较差 较好是3.54 先看这只元朗之星 虽然他近期表现也好一点 但昨天我看他跳,始终跟他最靓最靓的时候 都是有点距离的 所以我想现在八九分水准落到五班就够用了 接着是威力飞驰 敏心说,你现在这样走出来跳 是好像挺好看的 但其实马哥跑姿,我一向都不一样 经常向上跳,向上跳,他都跑得好 是,潘顿跑是实热的,这些大家要小心 这只上次巴巴臂又有喘名症復发 这些是没有数计的,这只巴巴臂 他復活跳回的,依然都是有些抢走,有些火气 起码说了,你知道他有喘名底,你就自己想了 好,接着是极速合,最多一部,不怕这些 都说年轻,四降五,上次都是五个多马位 因为跑得很密,就又慢一点 定了一点,这只极速合 以前有马过,一定会发狂的 日日漂亮,今年也挺好的 我自己追它,追早了一点 其后那几次都没有份 好,接着是新威王,看着他都挺漂亮的 有时是这样的,但起码都觉得他之前好过 好,接着就新威王,看着他换了脚 他都想逼他,都好像跳,走出去松一下 我觉得没什么特别 好,接着轮到一对马,麒麗断金是近镜的 那只426,它是一只长途马 所以你弹杂,走到中段 他就会跳输给一些质身的短途马 但今年的表现,这只马也有点反复 要逼,看看逼不逼得起 因为你刚才看到他这样拍那些集 接着现在,最后没有眼罩 都是顺着跳 上落不是很大的,我觉得他就 好,扎星光辉,这次赛禅的操练 就算是在辱紧的 以这只马近期,几次跑的比对 你会见到 落草地,昨天就跟着扣女非力大大跳 他也很爽的,跳过那些暴头 好了,这只又是素保罗的旧暴 不过这只马好像是铮了一点 这只是天使蝶人 希望再跑得好一点,近一点 我嫌他有一些单薄 好,再来就福佑 这只马近期都开始近一近 但它也是一只曾经有些伤患的马 所以它也有时是有些隐忧 如果有些赔率的,不妨拖住 千四又不同千六 好,接着就转两转 我记得有一次 像是蔡明肖跑之前上季 只要转弯,拿个平衡 都很一样 但其实它是不差的 它跑得很少 数到这些我都不敢说是不行 是的,有时大家水准不高 杨威四方这些也是神操跳 都是走势都不得很强劲 走起上来都是平淡的 很短速和很紧的那套动作 接着就开心大师 其实也是跑得不多 跑了三场马,其实是金季 我想它最好就是仰撞了山 我觉得它曾经做到的东西 好,接着就密跑 这只仲德威 上次就是输在这些马 就是有时被人压着跑 我觉得浩然也说得对 你看它一被人压着跑 直路走得不顺 好了,来到第二场 五班的千八位 这组就选了一 简简单单,这只是元朗智星 不是说报民近期守风讯 就不断追它的马 而它确实是有它可取的地方 你看到这位骑士 当然很多时候的取位 你守风讯的 什么位都漂亮 但是你要小心 它整天都会这样搏位 一手风不顺的时候 就可能会疾、阻、困 你要有心理准备 你不能够到它困的时候 你就说它 你那个位都穿上去 可以的时候 你就不是这么说 所以这位骑士的作风 你要清楚 这只元朗智星是有些班 再加上你看它之前跑千六 其实应付得很好 总绑也没有大问题 所以我想纵使热门都要选 其实日日靓 这只马 它几次跑都是中段变就赢 你看它近期来地 中段变就可以 谷草中段变就可以 但是沙田你要中段变就很难 所以我想这只日日靓 你要再用之前的战略 跑得好 就不是那么容易 不过这只马 还是挺漂亮的 很合适的 我刚才也说了 根本的范围 我觉得是很阔的 其实元朗智星一路醉醉醉醉醉 可能都一定有一波 希望可以 那现在还一路落到五班 如果你说 计form line 我现在和你数一下 有亚洲力量 美丽新星 美丽新星刚刚有 健康有问题才输 但是已经是超级热门的 那场马 那场真敢赢 真敢就那场 跑到第四 你想想那些form line 是很强的 那就看看它真的能不能交代 民家梁有势 那我都希望这些真是 搞了这么久了 那都希望它真是赢得回 你说是不是 说真的是不是真的合适了 根本就不是 我觉得那些马 只是保持小斑而已 根本在这儿 年轻的冲的 四是那只极速盒 我再追多次 刚才阿罕都所说的就是 你见它咬得瞎 它马开始可以定一些 年轻的四岁 不同福幼四岁 福幼犬名底 1600不同 1400你还得1600 我就担心 五号马 会赢就是会赢 天天漂亮 我觉得这只马 没得不要的 其他就真的慢慢想 太大范围了 第二场赛事 都简单研究过 慢慢读下 休息一会